鄭若驊的先生潘樂圖是被檢控的 而鄭若驊和其他家人是沒有被檢控的 就這次檢控決定 律政司也發了一個聲明 去解釋說她是外判了這宗案 給一個資深大律師 蔡維邦大律師去處理的 蔡維邦大律師的意見 是考慮過關於鄭若驊的住宅 她確實有僭建物 但這些僭建物是沒有證據 是證明鄭若驊在購入物業之後才去興建的 但當然是有其他的購足物 是在她購入建築物之後興建的 但這些購足物也是在建築物條例下獲得豁免 所以這些購足物並沒有對鄭若驊作任何檢控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我希望 是希望律政司可以進一步 交代屋宇署的調查結果的詳情 第二就是蔡維邦大律師的完整法律意見 我是要求律政司公佈相關的段落出來的 如果她說潘若驊先生現在是有檢控的個案 是不方便透露 可以將這部分的內容先行去刪除 公佈其他 是不會影響法庭審訊的內容出來給公眾去了解 第二就是今次 律政司是將這個案交給外判大律師 她亦都說得很清楚 是為了避免公眾認為律政司自行處理會有偏頗的觀感 或者有利益衝突 正正今次的事例是很清楚說明 外判大律師在處理一些這麼敏感的案件 要避免被指控人士的身份 和可能在過往政府有重要職位的時候 要避免公眾有一個觀感認為 律政司是有偏頗或者利衝突的話 是應該外判大律師去處理的 現在蔡維邦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具體理據去質疑 而蔡維邦大律師的意見是偏頗的 因為大家都相信她是獨立行事去處理 但我們亦都希望她進一步交代 但是 但是 Sorry Francis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好像梁振英UGL案 為什麼律政司又採取截然不同的做法呢 如果梁振英UGL案 律政司好像過往 那麼多高官名人 或者她自己的家人 或者自己的個案的做法 聘請一個外面的大律師 提供獨立的意見 可能拿多一個外聘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呢 更加會令到 律政司的檢控決定 被人覺得是獨立 專業 不受任何政治的干預 也都不會考慮到 被指控人士的政治地位 或者身份 是會有助律政司的公信力 為什麼律政司 採取自然不同的做法 去處理她自己的案件 和梁振英案呢 這個 就是正正刮了 鄭若驊一大巴 就是她處理梁振英案 在採取著雙重的標準 她的性格並不存在 I do think that it i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DOJ to show how to maintain the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to ensure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not think the department may have bias to handle some sensitive case including those relative of the top officials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high-ranking officers of the government That's why I query whether the DOJ is adopting a double standard to handle Theresa Jen's own case I do think that if the DOJ hire a via council to provide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to decide whether CYL should be prosecuted or not That can enhance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 urge the DOJ reconsider its decision not to hire an outside council to provide legal advice for UJL ca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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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